如果你刚刚有去开那个Android 你会发现我们换了Workspace之后 那那个Android的那个虚拟机 那个什么1.6,1.2,2.2.2那些东西不见了 那不见了怎么办 我现在new一次 有没有注意到这里不见了 又跑出来了 我因为刚刚设过了所以他又跑出来 那如果你这里不见了 这里不见了 请你做这件事情 在Windows的Preferences底下 这里有个Android 这里的SDK Location 刚刚是空的 就是你换了工作 换了Workspace之后会是空的 你点Browse 然后呢 点C槽 应该是在C槽 的Eclipse底下 有一个Android的SDK 你把它点了之后 按Apply 按Apply 确定 那Apply确定之后 它就会跑出这些 跑出这些 你按OK的时候呢 接下来你去New NewAndroid Project的时候 这个就会跑出来 那你就可以照原本的方式做 所以请各位 确定一下 你的那个SDK的 路径有没有设 在WindowsPreferences Android 里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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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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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